最近很多人在问 亚洲的遗产继承顺序是跟美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做这些规划呢 我在以前提过这些问题 那今天我再来在这边再做一个补充 我们说在遗产的顺序 在法律的顺序呢 尤其在华人 在中国的时候 跟美国最大差别在哪里 从文化跟法律上的差别 因为文化影响到法律 华人呢是一个以家天下的世界 所以呢今天来讲 一切以家为主 家人为主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讲说按照资产的分配呢 在中国呢 当你过世的时候 是按照你直系亲属加上父母 有几个人头 按照这样的人头来分配 比如说过世的时候 配偶加上父母加两个孩子 总共五个人的话 在中国的话 是一个人20%来分 当然这个是在没有特别指定之下 这个如果没有做好规划之下 它是按照直系亲属加人头 加父母按人头来分了 那在台湾也是 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 配偶跟孩子一人一半 如果有两个以上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的时候 孩子三分之二 配偶三分之一 它的原则都是配偶孩子 甚至在国内还加上父母为主 因为这是华人加天下的概念 可是呢 在美国呢 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那在基督教里面呢 通常讲的是什么 夫妻是唯一的议题 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做出来的 所以在一路上 只有夫妻是议题 父母跟孩子 孩子都是过客 所以在美国 因为有这样的观念的话 所以呢 在美国的话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父母呢 年纪 小孩要上大学 即使家里环境不错 也不愿意替孩子付学费啦 或者让他自己去打工赚钱呢 这个概念是跟华人不一样的观念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开始的 所以法律呢 在如果你在没有做好任何规划的时候 没有特别指定的时候 美国的程序是这样子 因为夫妻是一体 当夫妻过世的时候 没有特别指定的话 一律百分之百给配偶了 给百分之百配偶以后 如果配偶过世的时候 你再往下走 往下走 往孩子走 孩子再没有的话 再往上走 上走父母也都没有了 爷爷这边都没有了 才可能往旁走 这是美国的规定 是不是跟亚洲就很不太一样了 那哪一个好呢 哪一个不好呢 我说各有利弊 怎么讲呢 在中国是对父母对孩子好 可是对配偶不一定健全 因为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我常常问你愿不愿意 当你配偶过世的时候 他的财产是按到人头分的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配偶会说 我喜欢美国的法 那然后呢 在美国的时候呢 是对配偶很有保护 可是呢 对保护小孩 照顾父母这个地方就比较弱了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 如何能比较能完全的配置 下一个问题说 如果我在不同地方有资产的话 那我是按照哪一个法呢 答案是各按各的法 因为这个法就叫财产在地法 因为如果中国会听美国的 照美国的法 就相当于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国 美国如果听中国的话 就像美国是中国的附庸国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说 各按各的法 所以你在中国的财产 你在台湾的财产 在美国的财产 当我们过世的时候 各按各的法 所以呢如何能真正的能达到 让我们真正过世的时候 我们的财产可以流到 对的人的身上的话 在中国因为信托法不健全 台湾信托法不健全 所以我们很建议说 在这个时候呢 至少你要立一个遗嘱 由遗嘱来按照你的意思 来分配财产 分配财产 在美国呢 我们来常常看 有的时候遗嘱不够 最好做一个生前信托 能够按照生前信托 你希望的方式来分配财产 这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再提醒大家 尤其是如果你的财产 放在别人名下的话 这个时候风险更大 我们在前面的题目 都已经讲过 如果你财产 放在别人名下的话 你要知道 当对方过世的时候 他按照遗产顺序的时候 你有没有包括在里面 当你过世的时候 对方会不会承认 这些都是一些前占的问题 所以在财产 有不同地方的财产 更有在不同名 别人名下的财产的时候 一定要及早做好规划的话 这样才不会因为 对方或自己过世的时候 而损失很大 谢谢大家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 理财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 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 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